來 人定勝天 蘇貞昌給我把民國48年的事情 拿出來說嘴啦 你聽得下去嗎 台南現在開始下大雨了 台南鄉親要注意喔 我們家也在下 也在中水啊 所以這個政府他就是賭了 燙漢他賭會下雨 賭到了 還下增多 下雨他賭雨會停 雨下個禮拜就停了 所以你剛講我們錢 花袋水環境 清水環境 我跟你講這個就像 那個民法陸客橋 那個橋是該斷 絕對該斷 你要看 我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土石流的那是吹固拉朽 那真的是 你不要跟大自然看了 所以他講87水環是民國48年 我來講1823年 1823年喔 很好 1948年 1959年不夠 你給我講1848年 好 來 一虎二路三猛甲 怎麼會有臺灣虎 在臺中 因為本來臺灣虎是在臺南 那1823年啊 剛剛斌哥講 87水災是一天下了1000公里 三天下了1200 我跟你講 87 那個1823年就是 七天七夜的狂風暴雨 所以整個曾文溪上有 所有夾帶土石的土石流 全部往曾文溪下來 就整個曾文溪潰堤 變成四五百平方公里喔 四五百平方公里 一個臺南市是2100 平方公里 整個臺江內海啊 全部伏伏上來 所以變成 加南大水災 加南大水災 對 就是臺灣啊 臺南這個最大的港口 就開始依潛 所以才會臺北開港嘛 臺北開城嘛 所以才會有臺北城的開城 那就整個臺灣的經濟重心 就往北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所有自罪 他不去檢討 為什麼你從今天開始往前看20年 有哪幾個水利署的官員 哪一年沒有被偵辦 所有水的整治就是最好賺錢的 他現在在搞這個 然後你挖挖挖挖 反正超挖的也賺錢 那掏空的 就是豆腐渣工程的他也賺錢 為什麼賺錢 因為只要一個颱風大雨下來 反正把霸題 通爛了 通走了 明年就要有新的預算來 沒有人可以去檢查 所以最近這20年來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檢調啊 特定一些檢調人員 特別針對水利署的這種 賜水啊 去做了一些努力 坦白講 偵辦了很多很多的案件 嗯 所以很多水利署的官員被抓去關 是這樣來的 那這個就是最好專家 最好賺錢的 最好官商勾結的 就是在做 對 治水工程 沒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34戶 花2億 當然沒有人要花 我跟你講臨邊 整個下限了 100戶啊 你知道光是要把那個土地整好 你花2百億都不夠 可是我如果100戶啊 我讓你牽村上來 我找個土地帶房子給你 我就要花5億耶 啊對 對對對 當時有講到說 那他們又不肯牽 每一個人 我那個 那他們就提出來了 要有居住正義跟居住情感 那人家自自帶在這裡住了兩百多年了 怎麼可以 什麼理由就有啦 人有人情理啊 他有10千里 他們在做車的時候 他還會想到一篇 美麗的謊言 讓你被他騙得很舒服 然後最後錢還是進到他的口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講賴欣德就好 他剛當 在當台南市長 他說什麼 他不是講說 這次不是他先 前面講說 像這種雨下到哪裡 都會 陳臺 對啊 被罵死啊 他台南就是那個委員 就那個 整個霸題做好了 他開記者會 各位 市民朋友 過去30年 飲水做不好 現在我成績了把它做好了 對 未來 我們都不會飲水了 對 對 那大家就 10天 淹水 還不是颱風來的魚 就只有對流雲 釀的魚 整個啊 蹄房 潰蹄 對 蹄蹄 全部淹水 對 沒錯 那如果你講的 把那一批做好了30年 做不好 做好了以後不會淹了 那那個題 虧了以後也補了錢 也重新做了嘛對不對 嗯 應該今年也不會淹 不是嗎 還是淹 所以 滯水不要講大話 你不要做像你講這些 一點用都沒有 我們如果是到現場我們講 哎 這個我們爭取這個經費 把這邊做起來 大概以後可以改善 對 還要繼續觀察 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拿87水災來跟現在講 你知道這60年來 我們混了幾個基礎建設的排隊 畢童 全部做完了 你用現在用 人家在逼街頭 真的 亂逼通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政府真的是 已經失去功能 他每天要找理由 成功的人是找方法 他每天在找理由 搪射 所以整個治水 我們講治水真的是一個大工程 如果你不願意當忍者歸 不願意做一些沒有掌聲的工程 那永遠 永遠就台灣治不了水 所以我們就說 這縣市的縣市所長最重要 你應該做一些 沒有掌聲的 但會花錢的 而且你要有一種肩膀 扛起來 你不要把100億 你每次就挪了30億 去做那些花花草草 什麼生肺 什麼清水環境 我跟你講 一個大雨下來 最先損壞的就是那30億 最好看的 死最快 對 就那1.1 那個不叫治水 可是他這樣也不行 他叫做利益分配 因為你沒搞那些工程 你可以發包 那我 我這邊我發包的部分呢 我就是這個水利專業的部分 那我來搞這70億 那你30%就你去 這個台灣的水 不會治好的 所以就是說沒有良心 你就治不了水 所以為什麼 李鴻元 我當時請他回到陳大來演講的時候 那就說 他也是 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韓國瑜要選他去當顧問 他真的是能對症下藥 可是他的政策 你這個所長如果沒有破例 你不敢用的 你不敢用啦 你必須要做到一些會花錢 而且得不到掌聲 但是 可能在5年8年以後 可以看到效果 對 沒錯 這個聽他跟我講的完全正確 我跟你講啦 要治水 就是路線挖的亂七八糟啦 到處都先給你考的坑坑巴巴啦 就是我跟大家提過的嘛 這個柯文哲就很驕傲說 台北市可以這個身影自來水 為什麼可以身影 因為馬英九跟郝龍斌花了16年嘛 把你家門口的馬路通路挖起來 把地下的自然水管全部更新嘛 他們花了16年 你不知道 你還以為是柯文哲的 柯文哲上陣就可以喝了這樣 天生神力 但是這16年 你不只沒有謝謝馬英九跟郝龍斌 你還每天罵他們 為什麼 因為沒事就挖路 嘿 今天挖你家門口 明天挖鄰居家門口 拼命挖 到底在挖什麼意思 還被質疑 你是不是要什麼 這個圖利啦 撒預算啦 所以一直挖駁油 沒有 拍謝 他在更新台北市的地下自來水管線 因為16年 把台北市的地下自來水管線 幾乎都全部更新完了 所以16年後的柯文哲可以說 我收個尾 深一點點 做完 欸 台北市 身影自來水 這個最強烈的對比就是城局嘛 當然就是城局啦 欸 高雄什麼事都不做 嘿 整天給你什麼 什麼贏 什麼餵 什麼舞 這裡很漂亮 美術館 多漂亮 多漂亮 地下管線不更新 所以嘛 氣爆嘛 就是這樣 城市的基礎建設很重要 但對不起 想改善基礎建設 諸如生影自來水 諸如預防氣爆 諸如這個治水 那對不起 就是被罵 開籍 沒功勞 看不到 還要被罵 沒有人要做啦 我跟你講 來